大家注意看,这个男主叫小帅,他附频道的订阅人数,实在是少得可怜,不出意外的话,马上就要出意外了,大家实在是太狠了,都还没订阅,我在这里拜托大家订阅,里面会固定更新直播,即直播金黄,好了,本期的视频即将开始。 这一集的你要卖多少,今天跟我搭配的是芒果,为什么是你,泰山呢,泰山在楼下,老了是不是,叫不动了,现在都叫年轻的出来就对了,他也要退休了,差不多了,让他回家吃自己,不行耶,他野马钱还没还完,他野马有签那个切结书呢,有没有钱没关系,来看看,小师汽车商行合约书,有没有,我看一下,卖生气, 好,本人因家境贫寒,无法偿还主人债务,故将自己卖给主人,其日起将生命交给主人,任打任骂,任劳任恶任恋,绝不反抗 没有那么容易逃离我的魔掌好不好,今天要带大家估什么车呢,我看一下,2014年,米智必须连蛇,你知道米智必须连蛇吗,知道 那你知道那个南无官室Inflexer吗,知道,你也知道,大嘴巴的有没有看到,是最帅的,我个人 觉得这个改的最好看的一代,不是啊,也不能这样讲啊,每一代有每一代的风味啦,好不好,以现在的这个世俗的眼光来看,这个样子还是不退流行的一个做法 好,你看现在很多还在做什么马丁头,什么头,有没有,都是属于这种侵略式的,嘴巴张开上,很多车都这样吧,马丁,什么DB,X,有没有,Focus,还有我们看那个MG有没有嘴巴,差别在于有嘴巴三小型的吗, 嘴巴都要这样子,才有侵略性,我看一下等级,有天窗耶,双色皮翼,双色方向盘,双色内装,这好像义游的哦,有换挡拨片耶,方向盘还有快控键耶,这等级很高耶,应该是义游的啦,好不好,先跟大家报告一下,如果正常来讲,2014年的义游,正常的行情应该在25万,25万会不会太高啊,现在这个时机不太好, 虽然台积电又拉起来了,虽然台积电已经到400多了,现在还是出来买车的还是少,先看车况好了啦,我觉得应该20到25中间,尽量不要到25啦,以下的时机,来来来,很多观众朋友会说,哎,开一样的车来卖,看我们的节目嘛,然后跟他估比我们影片低啊,哎,哎,哦,网红,哎,你那个影片,不是说随便都有30万吗, 上次有一个来估就这样啊,好不好,起手是嘛,我本来是他的粉丝,但是自从芒果来之后我就不看了,例如这样嘛,急去勒索嘛,有没有,不是,老大,那影片一年前的耶,哈哈哈,你总不能,拿明朝的剑斩清朝的关吧,娘,把你那咸鱼收起来啊,娘,哈哈哈,不是啦,这个影片都是, 是,当下,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像我们最近那个,罗拉,有没有,卖那个马自打,有很多人在说,哦,咕多不高,哦,啊,啊,啊,是不是,节目效果怎样怎样怎样,有没有,下面会有这个留言嘛,第一个哦,这个真的是参考,因为罗拉那个影片,也是之前拍的,一两个月前拍的,再加剪出来,商片还要插缝隙上,我们还有其他的影片要上嘛,要排队啊,台积电真的可以从500多点变到300点,就这两三个月的时间,拍这个你要卖多少节目呢,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就是当下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像我们最近那个罗拉,有没有,卖那个马自打,有很多人在说,哦, 做一个参考,顺便教大家,哎,我们孤车都是注意哪些地方,好,那再来一个,因为对方也算是网红,名人嘛,他创造一点效果给我们,然后我们要顾高一点给人家,所以大家这个价钱哦,做一个参考,啊,主要是除了带给大家欢笑以外,顺便教大家说,哎,我们孤车都是在注意哪一些,那接下来我们第一步先,看他里程好不好,哎,还有特群哎,蛮帅的哎, 十一万三,哦,哎,有大萤幕呢,我看到,有这种萤幕的啊,我看是不是安卓机,哎,Mitsubishi呢,Motors呢,全场的啊,我不知道啊,现在很多安卓机,啊,这安卓机啊,感觉是后来改的,好,先看一下车子的外表,好不好,开始顾车,首先第一步,14年,8年车,跑十一万多公里,一年一万五千公里以内,已经有符合我们的标准,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从外观看他们事故,哎,他的外观你看,这个水切,我跟你讲,为什么会这样,好不好,他有烤过漆,为什么水切会烤漆,撞到吗,我跟你讲,水切会烤漆,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情,这等一下要问一下客人,通常水切会烤漆就是想要掩饰一些什么东西,好不好,先看外观啦,而且会烤漆还掉漆,这几天下雨车会有点脏哦,不是,车灯还OK, 其实也没什么伤,保险感也没什么伤,哦,这里啦,哇,这个石头也打得太深了吧,这好像不是,这真的是石头打的吗,怎么会这么深啊,石头不是要浅浅的吗,哦,这个漆有一点斑驳,有点裂开,有没有看到,补土补太厚,有没有,哦,这看起来,那橘皮,你知道,本来很胖减肥,那大腿有没有,你怎么会知道,看过啊,你在哪里看的,有些人会穿比较短的裤子,哇, 我们都看人家的橘皮哦,有啦,这边,这边擦伤,钱包感还是有擦伤,来,我看轮胎的年份,它什么尺寸的轮胎,这样看起来怎么好像16而已啊,对16,胖胖胎呢,19年第33周,也太久了吧,今年是2022年,四年了呢,这轮胎不行哦,叶子板这个小小,哎呀,看不是小小,好多哦,叶子板也全部擦伤,这边,叶子板也GG了, 哎,你看,多用心,这边还贴carbon,有没有看到,真的假的啦,哎,而且它这烤漆,当初是,把胶条贴着直接烤的,你看这烤漆都吃到胶条,有没有看到,这当初应该是这样贴,贴起来直接喷的,所以你看这烤漆都吃到胶条上面,这种漆是最讨厌的,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看起来好像还蛮好看的,可是其实啊,你感受得出它那个漆的品质不是很好,这是烤便宜的漆就是这样,你想要嫌它,它就没有掉漆,可是你有没有觉得整体看起来就是没有一个光景, 这就是我们常常讲,恰斑,你知道吗,车脏是一回事,但是,你还是看得出它漆的品质是好的,例如你看,我们在BRZ,它虽然很脏,可是你看得出它的底蕴是漂亮的吧,可是这种漆就是很奇怪哦,你看它就是明明,这里也没受伤,但是你觉得它的漆面就是没有那么的平整,那么的漂亮,而且整台车都这样哦,这台车一定整台车重考过,我可以这样子跟你断定,后灯也漂亮,你看,我真的觉得这一代的 Lancer真的做的,到现在开在路上都还觉得蛮帅的,这车灯到现在看应该还不错吧,就是它这边贴一个,EVOLUTION,哇,帅,还OK呢,蛮漂亮的呢,后跑感也是漂亮的啊,所以你看这种车哦,你认真,其实看起来它三个地方没几个,可是你就是觉得这7没有很漂亮,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好,我看一下引擎室,有没有转过 不错啊,引擎盖螺丝没有拆,这个漆面也都是原来的,刚出厂的那个漆面,还蛮漂亮的,水箱架也很漂亮,然后叶子板,哦,不过这边的叶子板没有标签耶,这边有标签,你看,有没有,我看,哦,这边就确实是没有拆,那这边我看一下,哦,这角落有点拆,有没有,这个角落都有点拆, 你看这个角落就有拆了,哎呦,方向机油少了一点,方向机可能有在漏油,MARS在这条线哦,它已经在MARS下一点点了,好,看一下我们漏油,啊,往后请,它的引擎是这样的,所以漏油要看这边,啊,有啦,你看,油油的,有没有,这边有油的,那个管子那边吗,这里啊,铁啦,好,方向机漏油,引擎上刚才有漏油,这个叶子板应该有拆过,反正这车也有点年纪了,我们就当做这叶子板换过,好,接下来看门, 基本上我看到这个皮翻脚,我就觉得很奇怪,哦,没撞,你看,标签,对了,标签哦,标签不是百分之一百,有些地方有在卖标签哦,有些原厂会卖标签哦,哎,看,ROLI-R,你看,哎,你知道什么ROLI-R吗?改装品牌,三菱的御用品牌,ROLI-R,以前成龙的那边有的,那边有的,那一部,飞车那个,排气管破掉的货车啊,那里是什么,霹雳火啊, 你有看过吗?好像有,当然忘记了,我刚刚在写什么,不知道啊,他不是都这样,有看过,我愿忘记了,那我靠你,Toyota御用品牌是什么,TRD,哎呦,哎呦,啊HONDA呢,哎,忘记了,忘记了,哈哈哈,MACAN啊,后门,好,OK,好,啊,夜子板这个也在,哇,它车上好乱哦,好,看后车厢, 好,很好,哎,哎,有用,有用,OK,标签,螺丝没转,两根都没转,标签也还在,哦,底板看一下,哎,生菇呢,怎么会生菇,也还好啊,好,这边都很漂亮,有点水气啊,好,OK,没撞,好,剩两个门,就看完了,哦,有,标签在这, 这个,有没有,哦,按一下胶,哎,你看,这很明显的烤漆贴纸痕迹,我跟你讲,什么叫便宜的漆好不好,嗯,这感觉扣一下就掉了,有没有,所以它这个,很粗糙啊,贴这样,还贴纸角的,没撞啦,但是就是整台车烤漆,也不是说不能整台车烤漆啦,可是它这个烤的漆就是不是太好的漆啦,标签,贴纸它还在, 啊,没有撞,这个叶子蛮换过,然后接下来,内装看一下,先发动啦,吹一下冷气,怎么有点,有点热,哦,发起来还蛮稳的,我看有没有冷气,哎,不错啊,哎,引擎脚还OK,哎,是什么我说的,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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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的这个,哦,很有情趣,哇,啊,要不然拿回去,拿回去给你cosplay一下,吼? sucker 哇,好,先放着,先把人家放着 啊,这里有最妙里的啦,口罩啊,妖怪,车上都那贴了啦,我一直觉得这台车怪怪的,不知道是怪在哪里,不要动啦?你知道在看什么,摸不到动耶,哎,好像有 沒有啊 計程車這邊不是會掛一個空車 第二個地方看哪裡你知道 這裡 你看 啊什麼 看到了 你看到什麼 有洞啊 為什麼這裡會有洞 計程車表 費率表對不對 我就知道 我剛看那個邊條我就覺得怪怪的 你為什麼啊那麼大聲 我想說我摸到什麼 你啊一聲給我插一下 哎呦手被夾住了 這個有問題 這個可能要認真再看一下 這應該有當過計程車 我覺得我們先到這裡 我先去問客人 看他這車是什麼狀況 回來再繼續發現 因為看我這計程車 欸不要看我們wish 那個計程車拍完 每個計程車都開來拍 我們是怎樣 我們沒有在做這個喔 好等我 我先去問客人 我先問客人 當過計程車 芒果人這菜苗 第一次跟你估車 就估到計程車 你那麼賽啊 哎呦剛剛我跟客人講喔 客人完全不知情 他說他當初是在一個網路自售買的 他還從桃園跑到台北來 我來買這個自售 買完之後呢 我跟他講他才知道是計程車 我問他說你有沒有發現 盒子的那個洞 他說他有發現 我說你為什麼會去發現那個洞 他說有一次他放東西掉進去 掉到那邊去 呵呵呵 所以他才發現為什麼 他的置物盒裡面有一個洞 剛剛有上網去查喔 的確喔 在這個車主買之前 這台車上一手的車牌呢 欸少了一個號碼 少了一個號碼 就是什麼 計程車 我們現在新式車牌七個號碼 那計程車會少一個數字 只有六碼而已 那他說他不知道 我說你 從桃園一趟路 上來台北給人家騙這樣 他說 他也不知道他被騙 他說他已經 這一年來呢 已經很少開這台車子 所以他才想說 再放著年底要繳稅金 趕快把它賣掉 那我有跟他講一下 我說這正常應該二幾萬 如果是計程車的話 應該會剩一半的價錢 那一半的價錢 還要再來評估車況 再往下減啦 這個我們WISH 上次那一集就交過人家 不過那一集 他開來就直接了當 也沒有在演的嘛 對不對 人家車上也有放一些費率表什麼 可是這一台車比較特殊 車主真的不曉得 我要再認真的 再看一下其他地方 我剛剛其實 我在看這邊的時候 我會覺得很奇怪 欸你看這裡 嗯 有欸 你看喔 有沒有 有沒有 哦出來了 出來了 出來了要付錢欸 出來了 蛤 不要隨便出來啊 小朋友不曉得 這出來就要去付錢了 你知道嗎 欸好啦 所以這個就 獻出原型了 所以這個就是 計程車 因為我跟妳講 我以前 輝煌的年代 真的遇到很多 我之前就跟大家分享過了 我講說什麼 Lancer Guide EVO 最多的全額帶 超代 有的沒的 大概就是這種車 那今天呢 在實務上真的讓大家遇到這台車了 那接下來我覺得是價錢的問題 因為他剛剛有一點 驚為天人的感覺 以為他的車還有20萬以上 那現在忽然夭折坦扮 那他有點不能接受 那我再去跟他溝通一下 也不用探討說 他是真的不知道 還假的不知道 我們就相信客人為原則 我相信也有人是真的不知道 我其實遇到很多的客人 真的是他人生中買第一台車 就二手車 被人家騙他不曉得 他買到泡水的 買到重大事故的 或是買到計程車 他都不曉得 因為他也不會看車嘛 如果開開開 車要修 中午車修 剛好像覺得是剛好而已 理所當然嘛對不對 不像我們的客人啊 我們的客人如果車子壞掉 網紅 網紅的二手車怎麼會故障咧 小師哥不是評價很好嗎 小師哥 我們的車 都不能壞 壞了就會被小師哥 沒有啦 我們客人很棒好不好 你點頭 你是覺得我們的客人怎樣 沒有很棒 那你剛剛為什麼點頭如搗蒜 你點頭的那個速度 產生的那個 那個力矩 可以發電的你知道嗎 有些客人真的他買中午車 他被騙了事故車泡水車 他都不曉得 他覺得壞掉 中午車壞掉 好像也理所當然就修 一直要到賣車的時候 因為賣車的時候怎樣 車商就要鑑定了嘛 你這車之前怎樣怎樣 原來有泡過水喔 真的是會有這個情形 我也相信客人 有這樣子的客人 想到了看小師長知識 來來來來 我跟你講 以前我剛進這一行的時候 有學長很屌 當採購嘛 公司有一個 階級之分你知道嗎 打雜的嘛 再來可能就比如說業務 業務算是很低層 然後業務可能會有一些客長 業務的組長啊對不對 在上海是採購 採購在公司都是那種 老兵那種 因為你要很有經驗 你知道吧 欸公司拿錢 委託你出去收車 對不對 你要相當的經驗吧 還要一種霸氣 你知道嗎 蛤 哇 幫我後製 蛤 霸氣 你知道嗎 還要叫什麼 一色的嗎 霸氣色 霸氣色 嗯 哈哈哈哈哈哈 然後呢 學長也是很屌 孤了一台車啊 我記得是Saviro 哇很漂亮 買很便宜 心情很好 那學長心情很好 欸啊學長你怎麼這麼開心 好我跟你說 我買這裡Saviro有夠熟的 啊學長是喔 我說我準備喔 我等一下把它洗乾淨 準備開出去 同行盤掉 水槍就拿來洗啊 沖沖沖沖沖沖到保險桿的時候啊 那個漆一直掉 一片一片掉 雪 一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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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樣的意思有沒有 一片一片被它沖掉嘛 原本它漆有點這樣 那你像水槍沖 它這片會被沖掉嗎 嗯 然後它就沖保險桿的時候 保險桿就有這種溜軌 它就沖沖沖 一片一片 然後就掉掉掉 然後黃色漆就跑出來 每一片漆掉下來呢 都如同它心裡的血一樣 一滴一滴的滴下來 整支保桿就幾乎都是黃色 計程車的顏色 後來後來發現它中槍 啊啊啊 怎麼買到計程車 還覺得很便宜 有時候喔 如果這個計程車 改得夠漂亮 或者是說這個買的人啊 沒有這個認真的注意 一不小心就買錯了 好不好 那我們先去 我先去跟客人再了解一下 狀況是什麼 再來回來跟大家分享 Ultra Dash Z3 地標最強的Dual Lens 誰給我兩分鐘 客人真的不太能接受喔 我是去跟他出來 因為我這樣算一算 二十幾萬出一半 我是跟他說十萬塊錢 他好像不太能夠接受 晴天逼利 他本來想說這個 可以換點錢拿好過年 不要說套他一下啦 我有稍微問他一下 我說其實我覺得 你買這個價錢 應該有比人家便宜對吧 他就說欸 我說你當初是不是在網路上 比如說你要買這個Lenser嘛 搜尋以後 你覺得這一台夠便宜 不然你不會從桃園 跑上來台北買嘛 你當初是不是因為他便宜 所以你上來跟他買 他說欸 對啦 對啦 這樣 所以其實他當初買的 應該有比市價還要便宜 只是對方是真的沒有告訴他 這是計程車啦 因為他合約 舊合約有發給我看 真的是沒跟他講 也沒有寫 因為我也跟他講 我說他對十萬不能接受 我說沒關係 欸 我們人是這樣 我們生意沒有一定要做 我們是死要錢的 我就說 其實我們本來就不是在做 做這樣的車的 說實在你十萬要賣我 我也有點困擾 那我說不然還是你要不要 去別間再多 顧一下 比較一下 如果有更高的 你就處理沒關係 因為你這個車賣給我說實在 我也真的不知道怎麼處理 上次我們那台WISH都還在 其實我是想說 好啦 不要浪費時間 好你快去多問幾間 好價錢就把它處理掉這樣 他好像有點不想走 等一下 我去處理一下 好像在叫我 希望是好消息 啊 怎樣是算好消息 賣我們算好消息 還是不賣我們算好消息 好啦我去溝通一下 來來來來拍近一點 不要再那麼遠了 觀眾想要看我的帥氣的容顏 最後我們已估了 成交價格就是 10萬塊 2014的Portis 這應該是義偶吧 我也搞不清楚 因為有時候這個版本 改得亂七八糟的 回來 應該整台車 要磨掉重考 如果真的要賣的話 我現在都不知道 這個到底要不要賣 不管啦 反正客人是這樣 這一次的影片 也順便跟大家分享 有時候大家都以為 自售是真的便宜 我跟你講 他去買到這個計程車的自售 絕對不是真的自售 幾個自售會去把計程車改回來 這一個算是把車處理的 還蠻細的 他開兩三年都沒發現 代表他處理的不錯了 那不一定 自售都是計程車啦 你也不能這樣講 自售也會有真的啦 只是還是要注意的意思啦 有一些店裡面賣會影響招牌嘛 例如說假設嘛 假設假裝要設 其實沒有 假設我買這台車回來 我怕賣這個車 會影響到我的招牌 那請問一下我該怎麼辦 很簡單嘛 芒果 我跟你講 買回來這台車過戶給你 然後我把它整理好 芒果你自己去FB PTT 你去看自售 賣掉 不要跟人家講這個車子 等一下問題你就說 沒有啊 這個就是我家裡的車子 你就去給人家看車 抽一半要不要 買個10萬回來 整理好15萬以內搞定 這個回來整台烤漆 美容做一做 方盤有點掉漆合情合理嘛 開4幾萬了 也不用整理了 烤漆烤好就好了 肉油洗掉 我們成本12萬 賣19萬8就好了 賣掉可以賺多少 7萬 1人一半 芒果缺不缺錢 我現在要決定嗎 挺額抽險 我不要 3萬5耶 很累耶 累的點是哪裡 就還要去找客人 我現在是叫你賣身是不是 呵呵呵 良心講你不要 那是因為你現在正職工作 也做得不錯 如果有一些工作 沒有那麼理想的 賣一台車3萬5 有什麼不好的 很好賺耶 用這樣的方式 把它處理掉就好啦 既不會傷害我公司的招牌 又能賺錢 啊你能賺 我也能賺 OK吧 考慮一下 訂閱分享 超級感謝 開啟小鈴鐺 下次見 掰掰 來 實測 珍汽必名牌 好阿哥 我們來 協名牌 最近不是四足這麼流行的 對 我輸了 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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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說輸了 輸了 我跟妳講 上次我們估的那個 豆菜底的 以前 我在同行店裡面 那是冬天的時候 有沒有 你看那後面都會 噴嚏 噴嚏 對 所以我們今天要用這個 蒸汽機 掛燙機 來實測看看 看它的鋪力出來有沒有 就知道原地幾號 扁明牌一下 對啊 你扁我外面就看 好不好 來來來 我好期待喔 不知道要扶字出來 有沒有有鋪力嗎 沒有啊 沒有 沒有勒 怎麼好像有又好像沒有 沒有鋪勒 哇 扶不出來 靠腰 還是不夠久 大爪機桿不夠久 咱們你看旁邊的油 你看 這個 旁邊的油跑出來啊 只有膠而已 對 有兩塊那個 貼那個貼紙的 啊 如果從外面咧 啊這塊怎麼會不會不會 我扶不出來 計程車這麼不夠 啊這裡有什麼不會不會 幹 失敗 廢物 幹 走不出來 對啊 不要走不出來 沒有啊沒噴啊 旁邊是靜止抽煙啊 那這樣啊 後面沒噴 沒好勝 欸 它這個會噴 你是因為隔熱紙嗎 不是啊 可能噴不夠久 可能噴不夠久 所以這個走不夠久 噴一頭不夠久啊 我們店裡還有白台的嗎 沒有啊 那個台的 WISH 喔 這樣WISH也可以 浮看看喔 哇 這台失敗了啦 對啊 這有旁邊 禁止吸煙那個油而已 我對它期望很高耶 我們研判剛剛那台 營業時常不夠久 不然就是這個 都停在車庫 有遮陽的地方 因為它這個原理 是貼了貼紙以後 太陽照射 所以會有某一些地方照不到 就是 芒果你就 割一個那個屌的形狀 貼在臉上去曬太陽 你就會 這邊就會跟屌嘛 屌面的 就類似那個意思嘛 不甘心 我們再把我們另外一台 上次在 你要買多少出現的 WISH的計程車 欸 少年欸 解嚇我 那集記得吧 記得 好不好 不記得觀眾朋友去複習一下 然後我們這一次呢 用這一台看它 有沒有比較認真 在做生意 我就不相信 這一次 氏足無塞的那個 號碼逼不出來 好 來來來來 我們先從外面開始 欸好像也沒有欸 所以我們遇到計程車都不認真喔 好 那我們等一下換裡面 有啦有啦 這個有啦 有啦 我看到了 這裡 這裡有數字 你有沒有看到 什麼什麼 091還是什麼 喔 有有 有嗎 有吧 有 有吧 欸可是拍不到 幹 從外面 等一下 你出去我把它蓋起來看看 欸 外面看不清楚欸 外面是不是看不清楚 對 裡面比較清楚欸 有沒有什麼D 這是D嘛 我找個角度 啊 找個角度 什麼D 什麼91 Joy 有啦 有啦 裡面看有嗎 我看沒有欸 你看 喔 你看喔 有喔 有看到嗎 有 有看到嗎 有 有喔 什麼91 普利啊 有啊 蛤 什麼有什麼 什麼D啊 2喔 他開始這樣翻過來看 是798D2 喔 798D2 好啦 翻出來 對嗎 不用把你翻出來 我們終於B出號碼了 我們終於實測證明 計程車號碼還是逼得出來的 好 只要你夠認真開 一定逼得出來 對啦 黑客人都沒認真 什麼樣的 他跑不夠硬直還沒有跑出來 對 要不然就要停車庫 停棚子下面 沒有再塞太陽 這台就被我們成功的逼出號碼來了 所以下次大家去看車碼買到計程車 帶一支這個 哈哈 有位 整個碼在下面 哈哈哈哈 下次這個不知道的話 你就 跟我們買一支這個 帶著去看車 在這邊尋看有沒有號碼 自足賽 知道要怎麼加碼嗎 哈哈哈哈 好啦 結束了 結束了 那到底要算全套一半套 你說一下你的看法 你說帶喔 對啊他正要幫你戴上去 結果你就結束了 這樣是要算全套還是算半套 全套啊 為什麼 你們怎麼都那麼好咖 啊戴下去啦 用手戴上去而已 對啊 阿不就整個套住了 不是 我不是在跟你說物理上的套 我的套跟你的套不一樣 半套啦 瞞我一下子遇到這個情形 他跟你收錢 你說那你等我 你不要走 再給我五分鐘 再給我五分鐘 讓我的記憶 靜一點 有沒有 你看電視等我 我一下就OK了 對不對 年輕人 OK吧 我都可以了 你應該也可以吧 你要休息多久 四分半 你最好是有計時 我等一下嘛 我就叫阿代去後面 把你弄完 計時看看是不是四分半 哈哈哈哈 Ultra Dash Z3 地標最強的Dual Lens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靜點 snow 牛 或指 擦 倒 零